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屋子 今天又是我們快樂的 Puzzle Time 囉 我們這次要來挑戰的是這個 TRIBAL CUE 那這個Puzzle看起來是 有九個部件組合起來的一個 三乘三的圓形正立方體 那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呢 我之前應該是沒有接觸過這種 立體結構的Puzzle 所以來我覺得 今天應該會是一個 蠻有趣的體驗 那我們就立刻來打開來看看吧 它剛打開的時候是已經組好的狀態 所以我應該是要 閉著眼睛把它拿起來 把它打亂 那裡面還有附一張這個紙喔 看起來應該是解答 因為它這邊寫 Solution Over Leaf OK 所以 擺在旁邊 封印 那這樣我們剛剛所說 我們現在就是要把這些東西 重新放進這個正方形的盒子裡面 那我們就來看看 那我們這次需要花多少時間才能完成這個 Triple Cube吧 Start喔 那任何Puzzle呢 都是從觀察規律開始 所以我們就先來觀察一下這個內容物喔 這如各位所見呢 它每一個部件都是由三顆球加兩個棒子形成的 然後這三顆球的大小呢 理論上應該要都一樣 我觀察起來也是都一樣 不過呢這個棒子就有玄機了 你看這個比較長的 這比較短的 然後這個兩根一樣長的 這個是直角的 這幾個都是直角的 這三個是不是一模一樣 它都是直角 然後這兩根的長度也都一樣 OK 然後這三個呢 這三個也一模一樣 你看 都是一長一短的 所以我們現在 可以分成這四組耶 就你最特別耶 你就固苦伶仃了 那根據我為數不多的Puzzle經驗呢 這種固苦伶仃最特別的東西 也要把出口 不然就是入口 那我們就先把它當成入口來試試看 所以我們就先把它放進去看看 嗯 有點微妙喔 這裡剩下的空間是不夠放一顆的 然後這裡也是 那如果我 稍微往下一點 這裡也會卡住 都會卡住 所以這個不是平放 要嘛這個可能是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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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這樣 就高度來說的話 還蠻剛好的 所以它很有可能是這樣子放 欸那這樣它就不可能是入口啦 因為入口不可能懸空嘛 底下還需要東西支架 所以它 欸 我忽然想到 這不是我們第一次玩立體的Puzzle喔 我們之前玩過那個 遊戲王的千年積木有沒有 我在玩那個千年積木的時候 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我那些板塊在拼的時候 需要有一個正確的順序 你不能先拼這個再拼那個 這樣子另外一個會卡進去 剛分析完這個之後 我忽然就覺得 這一次的關鍵應該就是這樣 順序非常重要 那既然這個不是入口 我們就一個一個看嘛 欸 我忽然發現 這個木棒的長度 是不是長的跟短的都一樣的啊 好像是耶 對不對你看 這個 也一樣 那跟長短的這個比起來 也一樣 喔所以這個短的部分 我是可以直接在外面這樣子 比看它塞不塞得下去的 欸 連短的都沒有辦法直接這樣子 塞下去 也就是說 它每一個都是斜的 因為這樣子會塞不下另外一根短棒 它別說塞另外一根短棒耶 就連一顆球都塞不下去 它這樣子感覺有點棘手啊 我再觀察一下 再多嘗試一下 看看等一下會不會有什麼發現 喔 喔 欸 這個形狀 這樣子放的時候 中間這裡 還能再塞一顆 喔 這個擺進去的時候 其他的好好擺喔 你看這樣隨便擺進去就好工整耶 喔齁 感覺是有一點進度的 蹭蹭追擊 給它擺擺看 然後看看會遇到什麼問題 我發現 這個puzzle要亂try try出來的機會 感覺是蠻低的 因為 我剛剛這樣測試了之後 它是有一個 規律的 你不太可能直接這樣子 像這樣子 隨便把它湊出來 所以呢 我剛剛 就稍微把它通通拿出來 然後 看著它 稍微冥想了一下 然後呢 因為我注意到 裡面最後我們會有27顆球 然後 它剛好又是分成這樣子 3321 的這樣子的形式 所以有沒有可能 它每一層的結構 是有點規律的 例如說像這樣子 每一層 都是這三個 然後下一層 也是這三個 然後 再來最後一層 是這三個 這樣子會有兩組一樣的 跟一組不一樣的 有沒有可能是類似像這樣的規律 我們來 試試看 OK我們 嘗試了一下了之後 擺成了這樣子 那為什麼要擺成這樣子呢 因為 這樣子的這個組合 我們可以直接 複製一組 到這裡來 這樣子的話 就可以完成底下那一層了 我們來試試看 OK 好 欸不對喔 這樣子中間這一顆會重複耶 這個放不下去 可惡 欸 放下去了 雖然說沒有完美的對稱 但是也是放下去了 哇 目前為止最高的進度耶 那我們接下來有沒有機會 想辦法把這三個塞進去呢 各位我發現一件事情 這個球跟球中間的這個棒子的長度 我們剛剛有注意到 它有兩種尺寸嘛 然後我剛剛在觀察 這兩種尺寸分別是什麼尺寸 然後我發現 它分別是 短的這個長度 就是四顆球 組成一個面的時候 它的斜角的長度 然後長的這個長度呢 就是八顆球 組成一個立方體的時候 它兩個對角的長度 這邊八顆球 然後它這個對角 然後這邊 這四顆球 然後這個對角的長度 哇 這可是一個大發現啊 因為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大致上 確定那些球的相對位置在哪裡了 以這個角度去出發的話 我們這一個九乘九的 立體形狀裡面 會有三組 有重疊的二乘二的立方體 各位不曉得 今天聽懂我在講什麼 因為我們要讓這三個 長的可以塞得下去 所以這三個長的 必須要各自待在不同的 二乘二乘二的立方體裡面 那我們知道了這個狀況的前提下 再下去拼的話 應該會有一些方向 不是吧 啊 終於 經過了 一個半小時 我終於 拼到剩下 最後一塊了 但是 最後一塊 怎麼放都放不進去 啊 啊 我已經瘋掉了 我已經不止於是這種狀況了 就是拼到已經 最後一塊了 但是 各位這個Puzzle 啊 已經快要把我的大腦給燒壞了 因為它非常考驗你的地體幾何概念 它是有一點點規則的 我們剛剛有稍微統整出來了 第一第二就是我們剛剛有注意到的 短的跟長的它各自代表的意義嘛 然後 根據這幾個意義呢 我們可以往下延伸喔 像這種形狀呢 它就一定是這樣子擺的 它不可能是三個都在同一個平面 因為三個都在同一個平面的話 它這個Puzz就會太長 但是呢 像是這種形狀 它就一定是平的這樣子躺的 它三個就會在同一個平面 那要嘛這樣子 不然就是這樣子 然後像這個一長一短的這個L型呢 它就 一定會是 例如說是這樣子擺的 它的長邊是斜的 而且橫跨兩層的 然後最後這個斜的 這個斜的最麻煩 它是橫跨三層的 它會是這樣子擺的 哇 這真的不會是難易度最高的Level 10 真的是有夠燒腦的 但是呢 經過我們剛剛的一番奮鬥喔 我現在基本上十分確定 入口應該是這個圖形 等搖三角形的這個圖形 因為它這樣子放進去 跟這樣子放進去 基本上最後的解法一樣 它只是會有幾何的旋轉而已 所以我剛剛試過了這樣子的 然後這樣子的 我還試過了這樣子的 感覺有點像是 我之前做過的那個數字拼圖有沒有 就雖然好像是暴力破解 但它其實是有機可循的 喔 我忽然能夠理解 為什麼它叫做Tri Ball Cube 但就是叫我們Tri啊 啊來 我們就 繼續Tri吧 看我要Tri多久 欸 欸等一下 What 各位 這個是我開始挑戰這個Puzzle的第二天 但是因為我昨天回去的時候呢 我忘了 暫停 但是我體感今天三個多小時 加上昨天兩個多小時 差不多已經有五個多小時了 那經過這五個小時呢 我對於這四種形狀的那個相對位置的邏輯喔 已經掌握得非常清楚了 但是我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不管我怎麼拼 拼到最後一塊的時候 它總是放不下去 甚至還有一次是形狀跟位置就對了 但是就是差那麼一小節塞不進去 這就是這個Puzzle 我非常令人挫折的地方 我現在對於這些形狀 掌握已經到什麼程度了 就是我有自信 在三分鐘之內 立刻拼出一個 剩下一塊就可以放進去去去去的狀態 而且這個圖形我跟你說 一定跟我之前做的那幾個完全不一樣 就是會差那麼一點 來來試試看 那根據我研究的這五個小時呢 我覺得入口喔 高機率是它 這個等腰三角形 因為它是唯一一個 三顆 都在同一個平面上的形狀 其他形狀都會需要跨到兩層 這只有它不需要 所以我覺得 既然另外一個很特別的是出口 那它應該是入口 兩分半 我又拼出一個 剛剛從來沒看過的圖形 然後跟剩下這個 完全不吻合 過去這幾個小時 我一直在重複這樣的動作 直到 各位剛剛不是看到我露出了一個 很不可置信的狀態嗎 那個狀態是怎麼樣的 我把它重現一下 這樣子的圖形 各位看得出來嗎 然後我剩下的是這一塊 剩下這三個洞的相對位置 剛好跟這個 吻合啊 哇 這是我過去這幾個小時 第一次出現這種狀況 所以我一開始本來以為 我終於要攻破這個鬥了 但是 你們仔細看一下 我們現在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剩下這一塊 要怎麼穿越這些木頭 把它塞進去 那當然你可以說 這個就是排列順序的問題 你可以把這個拿出來 再把那個放進去 然後再如此這般的 這樣多嘗試幾次 不過問題不在這邊 你們再仔細看一下 這一根槓槓 擋在這一個 跟這一個的中間 它會卡到這一根啊 所以這個 不是順序的問題 是根本木棒的護卡啦 這樣我到底要怎麼把最後這一塊放進去 啊 這是我這幾個小時 第一次 最後的空格 跟剩下的板塊是吻合的 這個 我覺得已經 差一點點了 還是有幾根棒子比較粗 有幾根棒子比較細嗎 好像有一個比較細耶 4.87 你的487 4.96 其他的 4.84 這兩個部件 各有一根棒子 少了0.1公分 不會吧 各少0.1公分 然後就這樣剛好 可以過去嗎 就這種狀況嗎 我開始覺得這應該是公差 但是 難得的線索我們就試試看吧 不對啊 怎麼看都不像是 有這0.2公分 就可以過得去的距離啊 你們看 你們看到 這一根是完全卡住 它要下去的這一根的啊 它兩個都在正中間啊 喔 有沒有機會 有沒有機會 這算是成功了嗎 他的球是都已經下去了 但是 正如各位所見喔 這兩根棒棒 如我們剛剛所預料的那樣子 撞在一起了 它現在是整個有點緊的 這算成功了嗎 我覺得不算成功耶 因為 我記得 一開始我在倒的時候 我是 它就直接出來了 但是你看現在 它是卡住的 雖然說我把那根放下去了 但 我覺得 不能算成功 我有點像是硬塞的 那我們就 再研究看看吧 欸 喔 喔 喔 各位我知道了 我們把那根棒子 閃掉了 啊 我只是把它轉了個像而已 哇 因為我排了這麼久 終於排出一個 最後那個形狀是一樣的 所以我真的太興奮了 我完全忘記 它是可以轉的 因為那個空間是夠的 我現在裡面稍微轉了一下 就可以了 所以現在這根 艾斯的棒子已經走掉了 我只需要把它 這樣子 稍微 砍進去 啊 成功了 哇 哈哈哈哈 終於 哇 難怪 這都 triple puzzle 你就是 一直tri 一直tri 連到最後那個關頭 它就會讓你 這邊卡不進去喔 再試一次嗎 再試一次嗎 一直轉一直轉 永遠不能放棄 一直嘗試著 各種不同的可能性 你看 我這樣會直接這樣子 掉出來的 剛剛那樣子卡住是不對的 這樣就對了 喔 那我們總共花了時間 也不知道了 因為中間這個就亂掉了 我覺得應該差不多 將近有六個小時吧 這個應該是我玩過的 Puzzle裡面 算是前三難的 真的是相當的有趣啊 我現在感覺 我的幾何的那個相對空間能力 就整個都在提升了 我強烈懷疑 當初設計出這個Puzzle的人 他就先把那27顆球 都先畫好了之後 然後中間隨便這樣子 連起來 然後把它拆開 就變成一個Puzzle 欸怎麼說啦 好像可以用這個方法 無限的產出這種Puzzle 欸 好啦那以上就是我們這次 玩的這個Tribal Cube Puzzle 那照管理呢 我們玩過的拼圖 就會抽獎送出去給大家 那這邊先公布上一次的得獎者 在這裡 那請這位幸運得主 記得去我的IG跟我聯絡 看看要怎麼領獎 那這次的抽獎方法也一樣喔 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看完這支影片之後呢 按讚並且在公開平台分享 然後在底下留言的時候 隨便加上一段話 再加上hashtag 失敗為成功字母 就可以參加抽獎啦 那說到這個抽獎呢 之前就有觀眾在底下留言說 欸Puzzle 看完你的這個影片 就已經知道怎麼玩了 那抽回來有意義嗎 當然有意義的啊 看別人做跟自己動手 是完全不一樣的 而且以今天這個Shrubber Cube來說 我敢打賭你抽回去 一定還是要花好幾個小時 才能夠做到我最後那個狀態 而且這東西一個可不便宜啊 所以呢如果想要參加抽獎的 記得要訂閱按讚分享留言啦 好啦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啦 那如果你們想要看到更多我的內容呢 可以考慮到我的Live頻道 或者是追蹤我的IG 那如果你想要以更實際的行動 來支持我們產出這樣的內容的話呢 可以考慮使用超級感情 加入我們的頻道會員 那今天就這樣啦 我是胡子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大家好我是志祺 我是許波